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 金钱往往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而当夫妻面对重大困境时 他们的选择和行为 往往能够揭示出人性中的善良 贪婪或者无奈 最近发生在某明星夫妻身上的一则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 她们本是同龄鸟 但这一次在逆境中 她们选择了大难领头各自飞 引发了人们对于家庭财产转移的讨论 故事的主角是歌手纳英 孙丽和她的丈夫孟童 据报道 纳英因好声音风波遭风沙 孟童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 她将自己名下的所有财产全部转移到自己的名下 以保护家庭资产不受债务的影响 这一举动引发了公众的热议 并引发了对于家庭财产转移的伦理道德和法律风险的讨论 纳英罕见传出新动态 负责置办她演唱会的官方新豪影会关系消息 称纳英演唱会延期引来网友围观热议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在那一季的总决赛中 张子一代的学员曾一鸣最终夺冠 这无疑是对纳英定论的一次精彩回击 曾一鸣的夺冠成为了纳英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嘴上难堪的心头疙瘩 纳英总是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 在之后 纳英与杨子两人一同参加了一个综艺里 纳英的举动让网友认为 网友认为 在录制中 纳英的各种举动都让人感到她刻意针对杨子 她动不动就打杨子 话里话外都在说杨子的坏话 明明杨子只是正常玩游戏 但在纳英眼里 杨子就成了坏人 尽管杨子一直保持谦虚礼貌的态度 但纳英的行为已经超出了节目效果的范围 让她和工作人员都感到别扭尴尬 这也引发了外界对纳英的各种质疑 认为她是在刻意欺负后辈 事后 为了平息风波 两人都发了微博 纳英还说 代代我仿佛一切都是游戏 但真正受伤的只有杨子 纳英的道歉看起来更像是敷衍和找借口 作为前辈 她理应给后辈更多的尊重和宽容 但纳英似乎沉迷于批评她人获取存在感 这会让人觉得她小气刻薄 其实杨子并没有做错什么 她只是认真的对待综艺游戏 纳英却因一时糊涂就诋毁后辈 这显示出了她的人品有问题 希望纳英能够认识到互相尊重 才能让这个圈子变得温暖美好 道歉不是掩饰的工具 而是改正错误的第一步 只有真心反省 她才能够赢回公众的认可 杨子不应该因为别人的错误责怪自己 她需要保护内心不被恶言伤害 用善意感化她人 使她释放正能量的方式 相信未来的杨子会变得更加坚强 不会允许别人打压自己 她的事业还长继续保持乐观积极 是最重要的 也希望纳英能够明白商人的严重性 真心道歉 刀狼新歌罗沙海誓引发热议 纳英低头道歉并称赞其专辑 最近歌手刀狼推出了新歌罗沙海誓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这首歌疑似含有论极当今娱乐圈的隐喻 歌词直白尖锐 立刻引发网友热议 与此同时 央视也正式邀请刀狼明年参加春晚 这无疑为其歌手生涯增添了更高的关注度 然而 这首歌也牵扯出了 刀狼与歌手纳英之间的过节 2021年 纳英担任乐坛十大影响力歌手评选活动评委时 曾公开质疑刀狼的实力 纳英认为他的唱片销量不高 也不了解他的审美观点 他甚至表示自己不是刀狼的受众 更青睐其他歌手 这番言论当时就引起了争议 而今刀狼的新歌和春晚邀请 吴仪式对纳英的回击 纳英也低头承认了自己的失言 发表公开道歉声明 表示会正面接受网友的各种声音和批评 他表示自己之前的言论存在错误 并非出自真心 也无意贬低刀狼 这份道歉获得了舆论的肯定 刀狼用实力和作品反击无端质疑 赢得了舆论支持 纳英也选择低头认错 展现出乐坛前辈的风范 我们期待刀狼带来更多优秀作品 也希望纳英今后能够宽容包容 用正面积极的态度看待后辈歌手 这也许是我们从这次事件中可以学习的精神 不过在道歉之后 纳英的态度是否真心实意 还有待观察 毕竟他之前对刀狼的言论 极为负面一时间的道歉 是否就能够平息所有争议 还难以判断 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也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避免因为个人恩怨 夸大其词导致舆论负面升温 原来之所以纳英可以这么嚣张 竟是因为他隐藏着神分秘密 他是满族皇族的后裔 满族皇族的末裔女孩 纳英的祖上可以追溯到 清朝的皇室贵族耶和纳拉氏 这个姓氏与当时的统治皇族 爱心举楼是地位相当 耶和纳拉氏的重要成员之一 耶和纳拉竟分是光绪皇帝的妻子 历史上的农郁太后 1912年清朝灭亡后 耶和纳拉氏分成两只 其中一只化名为纳姓 纳英的父亲纳洪生就是这一只的后人 这也解释了纳英这个罕见姓氏的由来 有证据显示 纳洪生曾与末代皇帝溯仪合影 在这张珍贵的照片中 纳洪生站在溯仪身后不远的位置 这表明起家族地位显赫 可以想见 纳英自小就知道了这个秘密 他非黄赤的直系后裔 但蓝血和荣耀传承流淌在他的体内 尽管环境褪色 纳英仍然保有一份天生的尊严和气质 这就成了他后来的艺术人生 然而纳英并不认为皇族血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他用自己的努力证明 每个普通人都可以通过奋斗改写自己的人生 如今纳英已是家喻户晓的歌手和演员 他用自己的努力证明 皇族血脉并不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每个普通人都可以通过奋斗改写自己的人生 纳英的故事是这个时代普通人实现自我价值的缩影 他证明了不论出生如何 只要有理想和恒星都可以走出一片天地 这也是中华民族进步的伟大精神所在 纳英至今仍然怀有一颗乐观向上的心 他积极传播正能量 呼吁大家互相理解 互相关爱 在他看来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血统不能决定地位 自强不息 抵立前行是他的人生座右鸣 这份积极进取的精神 也影响和感染的无数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